设计师给我的那个图是不是这样子的 本来是一个比较美式风格 就是诺位的风格 然后我们就去广州买驾驶的时候 就看中了两个椅子 就是这个沙发还有那个饭厅 完全不是美式哦这里 对 还有那个风势的那个 那个铁翼的风格 然后两步 然后 反正马来西亚也很少这种风格 我们就弄成 比较新时代的那个 那个 中式风格 所以说设计是可以随时改的 灯光好像和人家有点不一样 和其他人的灯光 其实这次你灯光是怎么 怎么打为主啊 或者是怎么打 这个灯光其实我们是在广州买的 买的时候 连灯光都是广州买的 对了 整间屋的家具 和那些中式 其实都是在广州买的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 我主要有一个自己 比较宋处在 比较酒店 所以这些灯光全服的效果都还好 呃 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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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这么舒服 我打得出来 来来来 转过一匹来 每个家其实政府规定 以后应该要有一个至少一个灯火器 这样我想问你 其实很多人就问我们 其实灯火器 到底一间家有多少个才实用 其实至少每一层都有一个才算是实用 因为很多人觉得 灯火器不是 就是compulsory 第一 而且灯火器很多是红色的 可能你们这么美的家具 可能觉得一般一个红色的 在一个客厅可能不是太适合 但是 其实灯火器也是有 很时善的 很时善的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触到很棒 它整个就是用麻布做的 蛮unique的这个 其实灯火器很多人 很多人家都有灯火器 但是它们灯火器有些是摆在 灯后面 因为收入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有事情发生呢 就很逮我了 所以灯火器呢 最好是摆在人家可以看到的地方 不一定在桌面上 其实在其他的那种 可以看到的地方都可以 就是说你在找火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找那个灯火器 就是找火器的地方 可以当作 不是 预防万一找火器 其实是真的 就有用到啊 其实说到这一点 我发现到很多公司呢 已经是不一定的要有灯火器 恐怖损失肯定的 我的公司每年都没有给这个灯火器的这个钱的 那但是我觉得家里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还没有这样子 就是一定要有灯火器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我们要讲的就是 你家里如果还有灯火器的话 你是否可以考虑满新的灯火器 再问多余 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灯火器的 这样你们知道一个灯火器的 lifetime有多久呢 其实我这个导有了解一点 有一些是可以耐十年的 哇好厉害 有一些就是可能每一年都要换 红色那一个是每一年都要换 有一些是我们的 就要看那个灯火器的质量 对啦 这个可以耐心的 放心 放心 好厉害 观众朋友们和我都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便宜一点 哈哈哈 便宜一点其实不会的 因为你买有质量的 中国卖是贵的 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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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什么我会 我们会在中国卖鞋 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是不需要 找不到的 因为我们要混合那个概念 其实你平时做这么多购物 在中处里面 最好的颜色 你惯醒过来的粉丝 应该用什么颜色的呢 其实我不会特地去 怎么办 Fox Honor 喜欢我选的 平时 我觉得Designer是怎么说的 好像 人家会觉得 我是一个Designer 我要听小说的 但是我会觉得 Designer其实是帮你交代 你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交代 就是那个东西是match的 所以我不愿意说 一间房间一定会有什么 靠我 但Tone来说 不会太bright 因为你要睡觉 因为你要睡觉 有点人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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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之前 其实我标这个名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k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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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 你會不會被人影響一下 因為你平時看這個工作室 你會想到是一個視點的地方嗎 因為應該是加設計或是工作室 為什麼用工作室 因為我覺得工作室比較慘 我們家庭公司都是比較有 比較家庭 好像一個真的用工作室 不是像一個原廠的工作室 我明白 所以我們有一個人用工作室